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会做投资 我们会投资在物质、车、孩子、地皮、股票、旅行等等 这些投资都是属于我们在金钱银行上做的投资 这方面我们都很成功,也很舍得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银行 经常被我们忽略的,大家知道是什么吗? 那就是我们的健康银行 也就是我们的健康 有了健康,我们才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跟家人相处的美好时光 才能够感受旅游所带来的快乐 我们才有机会环游世界 也才可以尽情的享受我们投资在金钱银行上的成果 购物、逛街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健康 也就是前面的这个一倒下 后面再多个铃都对我们来讲没有了任何的意义 都不管我们的事了 所以永远不要忘记 有了健康,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有意义 所以千万不要让前面这个一倒下 我们要每一天都投资在我们的健康 因为健康是第一也是唯一啊 所以除了投资在自己的健康之外 也不要忘记投资在我们最爱的人的健康 还有家人的健康 因为一家人的健康就是最好的礼物 一家人健康就是最大的幸福 所以永远不要忘记对健康的投资 这边不要忘记对健康出身来的建康